大家好,我是Hidy 你們都知道我是超級喜歡淘寶的 我淘寶每個星期都會有東西寄下來香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耳環都盡量每一條片是不同的 有時候就算我放了頭髮下來 其實暗鏈裡面我都會帶一雙耳環出來 所以我這條片就集合了十雙耳環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我最近買了什麼新耳環 覺得很漂亮 沒理由戴一次就看不到它的蹤影 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條片說的耳環基本上都是30元以內就會買到一雙 當然有些是便宜一點,有些要貴一點 但都一定是在5-30元這個範圍裡面 第一對想分享就是我現在戴的耳環 耳針這裡會有一顆很小的閃石 之後就會有一堆不同大小的金色圈圈 還有一堆非常迷你的珍珠仔 最後就有一顆粉玉色的石 雖然這一雙耳環是比較多不同的細節 但他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太混亂 可能因為它的圈圈是通洞的 所以你戴下來也不會覺得太累積或浮誇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比較棄質型的耳環 然後會有一個淺黃色的正方形Cube 還有一個圓形的波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配搭一些白色的衣服 然後戴了整個人都很青春活力的 而且我覺得戴上去之後也不會非常浮誇 它也算是一個簡約封得來又比較可愛的款式 之前Tarte的影片有一個藍色的鬚鬚吊吊耳環 都是一樣在淘寶買的 但是耳環的樣子我就要把這個圖放在這邊 因為我不見了另外一隻 正傷心我是會買回來的 因為這個耳環我也是很喜歡的 它這一款是一個海洋風來的 這個就是海星和一個藍色鬚鬚 另外一個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一個金色的圈圈 然後也是有一個藍色鬚鬚的 這雙耳環是超漂亮的 而且它的藍色是一點都不會淘寶的劣質貨 它這隻是很漂亮的天藍色 絕對值得入手的 然後這一雙耳環是超級無敵可愛的 它是一個UFO來的 下面有紅色的一些木質的Cube狀 它們是可以動動的 不是會死的 戴上去之後是超可愛的 所以這一雙耳環無論你是放頭髮 或者你是摘起了邊去戴的話 都是很有GIMM的一雙耳環 它的顏色配襯是超級 紅藍紅藍一個對比色 所以戴出來都真的很漂亮的 說到可愛的話 這一雙耳環也是超級可愛的 它是一個金色鏈的耳環 然後一邊是一個兔子 另外一邊是綠色的蘇蘇和珍珠 這一雙耳環的可愛感 就沒有剛才那雙UFO那麼強烈的 但是它也會有一個比較和風系的可愛在這裡 因為它是鴛鴦耳環的設計 你看上去就不會兩隻兔子 所以這雙耳環也不需要穿到很青春的時候去戴 而且它這個顏色沒有剛才那麼鮮明 那麼鮮明 所以這種比較柔和的顏色 戴下去整個人會是可愛和氣質都平衡到的一雙耳環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 慘了 我想剪掉那些很喜歡 我覺得我每雙耳環都會跟大家說很喜歡 如果你說之前那些耳環大部分都覺得很浮誇 很大隻 又太可愛 不是自己的類型的話 可能我接下來這雙耳環就會比較適合你一些 耳針位是有少許雲石紋的深藍色Cube狀 下面會有一個深藍色的蘇蘇 然後有一個金色好像翼的吊色 但是因為吊色非常細的關係 其實是很不起眼的 無論你的膚色是我這些比較健康膚色 或者是一些白膚色的女生的話 戴這隻顏色都很漂亮的 特別是你穿一些白色T恤 這個耳環其實襯托起來是很突出的 夏天很多時候會穿一些比較度假風 或者民族風的衣服 有什麼耳環可以配襯呢? 這雙珠珠穿成的耳環非常適合民族風 和度假風時去戴 兩邊鴛鴦的設計 一邊是零形的 另一邊是金屬鏈狀 和小小珠的串 拍照的時候 無論你拍這邊或這邊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之後想說的這雙耳環 全部的材料都比較小小的 上面有桃紅色的閃石 然後有很幼的玫瑰金的鏈 和柱狀 這雙耳環我自己覺得很適合約會的時候去戴 因為男生對於耳環的接受能力 不是很高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時候戴一些很可愛的耳環 他們是不懂得欣賞的 有時候要戴一些懶有氣質的耳環 會是這種玫瑰金色 然後小小粒 然後又很斯文型的耳環 你約會約男生的時候 就最好 他們不知為何會覺得這些是漂亮的 我不是說它不漂亮 只不過他們的味道都是這種風格 這個是我拍了這麼多年拖的小貼士 說起這些小小粒的耳環 這一雙的筆斗七星耳環 都是我最近很喜歡的耳環 你會看到這個筆斗七星耳環 這隻是非常配到耳珠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有耳珠的人戴是很漂亮的 這些不會有耳環的耳環 通常都是會扎起邊緣 或者扎起邊緣的時候 你去戴 或者你穿一些很暖的衣服 又想加一些少少女生的元素 戴上去就會覺得很適合 然後我要介紹的這款耳環 真的很有氣質 它是有深灰色、白色和黃色的 上面的紋是很像背殼石一樣 會反光、亮亮的 不是很啞色或是很平面的 這雙耳環因為上半部分是一個通洞的設計 主要的顏色都是在下半部分的三角形 所以看上去都是一個非常有氣質的款式 它是很斯文的 這些耳環、上班帶是一流的 它是很適合一些和朋友聚會 或者你上班族的時候 你都不會覺得是太過浮誇的耳環 它這個質地是做得非常好 一點都不像廉價科的 來到最後一對想和大家分享的耳環 就是這一對好像燈膽一樣的透明波波耳環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種透明波波耳環是非常可愛的 其實這雙耳環是不便宜的 因為它是單粒買的 所以這兩粒我是分開買的 好像是9個多人一粒 所以兩粒加起來都差不多20元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歡這種玻璃透明珠 我沒有辦法抗拒 所以分開買和沒那麼便宜 我都照樣買了回來的 然後你帶上去之後 是莫名地覺得它很可愛 它是好像夏天吹波波的時候 然後停留在耳朵的位置 你們覺不覺得 真的超級喜歡這個設計 我想說我真的很害怕將來沒得買 我是想買20對把在家裡做事 我很害怕它會爛 今天所介紹的這十雙耳環 我真的分不到哪一雙我最喜歡 或者哪一雙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真的高度推介大家 然後真的無私地分享我平時很喜歡買的一些食物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這個 飾物控穿不同的衣服 你都會想配襯不同的耳環 你會根據自己那一天的心情 服飾的風格 然後會去見什麼人 什麼場合 而去配不同的飾物的話 我覺得這十雙耳環 大家都真的值得擁有 所以很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 想我拍多一點的話 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立即拍攝 我們下條影片 interface 因此